传统一些 一顿都不少 顾老婆 你就是这么和将来的 借缘说话的是吧 我整日可都在用心读书 要不是有颗敬老尊贤之心 谁跟你知道 朱学究夸你一次 你就得意忘形了 还知不知道自己姓顾 行了 胡说什么呀 九思 好 有志气 而且啊 我还替夫人坐镇龙中 运筹帷幄 以锦囊妙计助她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好好好 太好了 我还去赐她的遗情吗 就是那个 妄图和夫人抢生意的 骆子商 骆子商 我倒也听说过这个人物 他心境崛起 势头正见 这个骆子商吧 他虽然形势张扬 但却很能打探出 要紧的底气 只听闻他 出称金陵骆家 从前也是名门望族 那场大火 骆家满门都走了呢 只有他一人逃出正天 后来就四海行商 还去过南洋和西域 是个很缺走 是个人物 怪不得玉如如此紧张